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继续进行一系列的改善工作 包括为压缩式垃圾桶 增设自动投入口 提升密封性和便利性 在未具条件优化的垃圾站 加设液压覆盖外箱 上个以脚踏式打开并会自动关闭 避免垃圾外露和臭味飘逸 为压缩式垃圾桶和封闭式垃圾房 进行美化等 以改变市民对垃圾收集设施的黑板印象 近年在本澳的东北区 增设了不少的压缩式垃圾桶 原因是什么呢 由于东北区的固体垃圾地下 自动收集系统选坏停用 经相关部门的协调 并考虑到该区的环境 交通空间等条件 决定以压缩式垃圾桶作为替代 根据原系统的垃圾收集量 和覆盖范围等 计划设置20个压缩桶站 至今已经投入18个使用 在压缩桶投入使用的前后 东北区的生活垃圾收集情况 有没有改善 原系统服务东北区内超过126座大厦 平均每日收集超过30吨 在系统停运后 本署立即协调澳门清洁专营有限公司 临时安排300个垃圾桶公区内大厦使用 并以推桶代收模式收集垃圾 但上述方式难免产生垃圾外露 以及污水和意味等的卫生问题 而改用压缩式垃圾桶 就有效改善有关的情况 使用压缩桶可以减少街道垃圾桶的数量 而整桶吊走的收集方式 亦可缩短清混时间 同时减低交通的压力和减少噪音的产生 压缩桶收集的模式得到东北区内 物管公司的支持和配合 安排清洁人员将垃圾混到压缩桶棄置 改善了该区的公共街道环境卫生情况 除了刚刚提到的东北区之外 于是本澳整体推行的垃圾收集设施优化状况是怎样? 本署一直致力优化垃圾收集设施 经过多年的努力 全澳目前有封闭式垃圾房122个 压缩式垃圾桶125个 传统垃圾桶的数量 已经由最高峰超过1600个 减少至现时的97个 大大改善了街区环境的卫生 新设施具有占地小扯垃圾处理量大的优点 并能有效阻格臭味 减低翻动垃圾的机会 加上近年加入不同的饰面设计 既干净又微观 本署将持续与物馆业界与及市民沟通 将垃圾收集设施优化工作 扩展至全澳各区 提升整体城市环境卫生 好感谢杨小姐给我们介绍 不用客气 节目时间足够 再会